小帅其实打的真的是不错的 同样还有他们的小外援罗切斯特 罗切斯特在这个赛季的场军的助攻是非常亮眼的 今年在整个夏天还有一些比较大的变化 就是全新的一个外交团队 汉斯布鲁上前做延误 再给阿尔德里奇反手上篮 在这个赛季赖俊豪的进步真的是很棒很棒 当然裁判也是为了比赛的公正性 这个没有话可以说 但是我们看这球左脚尖好像稍微有一点点的踩线 从这个角度再来看一下 丁丁队今天开场的准备工作做得很充分 好球 好球 这种空位的机会去投进 罗切斯特看这球三分球怎么样 今天罗切斯特手感不错 再分给到白阿德 白阿德面对张大宇 继续是勾手打进 看下白阿德在要位 罗切斯特中距离的出手再进 罗切斯特 干拔的三分球 罗切斯特今天的三分是真准 好球 我给大家解读一下 为什么说第一节比赛可以用双外援 好球又是来自于天津队这边双外援的配合 开支到中距离又是罗切斯特 这位前欧冠的得分王 场上还换上了石翘的田野 控制还有七翘的鱼缸 鱼缸一上来 点开了汉斯布鲁 2加1的机会 又是转换的机会 很棒啊 这边李荣培 场上的5号就是刚刚登场的林肖天 罗切斯特继续是中距离投进 篮下 在这赛季他的三分球有了很大的进步 蒋凯 来线罗切斯特再标进一几三分球 罗切斯特 继续给出来外线罗切斯特再来一几三分球 依旧是上线的手地手罗切斯特 篮下是李荣培拿到这一次的前场版 罗切斯特外线再来一几三分 罗切斯特 选中的炭花王 炭花狼12号的刘帅 罗切斯特也是在上半场比赛当中 天津队表现最出色的一名球员 两发全中 漂亮的反跑 好球 罗切斯特其实是一名打球非常聪明的球员 掩护完之后单手的挑篮 特意的掩护罗切斯特漂亮的转身抹进来单手的抛射 好球 虽然说这段时间罗切斯特拿球少一点 但起码在场上能够获得一些休息的时间 于刚刚在篮下有错位的机会 因为在牛角位的掩护完之后 肯定是可以形成这种错位的机会了 浙江队的进攻节奏了 还是得靠罗切斯特 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帮助这支球队了 这球给出来打出外线 罗切斯特三分球 到球 罗切斯特在这个夜晚 他太恐怖了 要注意徐磊的位置 因为徐磊他可以投射外线的三分 果然这边刚说完三分球投尽了 到球 奥斯特蒙还是有包夹 这球失误了 罗切斯特 再给到李荣培 李荣培追身的三分球 漂亮 潇斯特 字幕提供